815全台大停电除了科技业外 有不少企业也受到了波及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今天出席公开活动时 表示说政府应该要根据停电影响改进 不需要太多批评 而远东集团方面也规划了 气电共生设备来支应长区用电 上周二全台大停电 不少企业蒙受损失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出席有祥科技奖颁奖典礼 会前受访时透露 大停电当天旗下零售业也受到影响 我们当然有 因为有零售了 有其他的几个 当然不应该发生 但是已经发生了 发生了以后 我们应该根据所发生的 所产生的影响 做一系列的改进 面对可能出现的缺电现况 国内包括台积电远东新设计 规划自建电厂确保电力稳定 远东新计划斥资25.9亿元 新建气电供生厂 以燃气燃煤弹性运用发电 规划2018年动工 2019年6月投产 有些厂 我们在继续开发 这个气电工程 自己发一部分电 可以用到三分之一的 几个厂的供应量吧 我们在这个时候 也不要再批评太多 我们只有鼓励 那么希望他们在这个 电水 这种基本的应该要充裕 许徐东强调 企业界需要水电环境无余 才会增加投资 媒体报道 远东集团内部 积极针对节能 节电情况开会讨论 因应核一核二核三 陆续除一 业界做足准备 希望降低缺电危机 带来的停工伤害 新档电视曾一豪 我是梅彤 台湾台北报道